1948年印度人桑迪创办亚运 被人称作亚运之父 其实早在1913年 中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张柏林 就曾参与创办远东运动会 远东运动会被称作亚运会的前身 1894年9月17日 在黄海海面上震惊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一位18岁的青年 亲身经历了这次惨痛的事 他就是北洋舰队通缉号的 见习军官张柏林 甲午海战 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恶号传来血气方刚的张柏林义愤填膺 自此他以实际行动推广和实行 强国必先强种 强种必先强生的体育教育理念 188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 一些爱国青年东渡扶桑到日本留学 寻找救国之道 张柏林两次前往日本考察当地的教育 并对日本体育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意识到日本国家和民众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投入 是他们取得进步的根本原因 随着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 张柏林开始真正把自己的体育理念复制于实践 作为南开学校的校长 他规定凡是牵球 跳高和440码的成绩都要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才能及格 并且要求本校的运动会要尽量做到每一个人都能上场 张柏林还选拔成立了各种学校体育代表队 参加校季第七间乃至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体育比赛 使体育成为了南开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 而体育比赛在他的推动下成为了一件时髦的事 甚至有人称他为体育校长 1913年2月 张柏林和菲律宾体育协会日本青年会 共同发起组织了远东业余亚运协会和远东运动会 这也是第一个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 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和赛事 曾被称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它和西亚运动会一起成为了亚运会的雏形 当时的报纸是这样评论的 远东运动会的举办不仅仅是成功 而且是胜利的 具有3000年历史的奥林匹克文明 终于在遥远的东方登陆了 中国人在首届远东运动会上 就获得了120码跨篮 跳高 跳远等十项运动的冠军 两年后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中国获得总成绩第一名 初步显示了问底亚洲体育强国的实力 1915年南开中学校长张柏林 正在为一场体育赛事而四处奔忙 筹集资金 当时有很多政府官员 个人捐款分出比赛 就连忙着当总统的袁世凯 也慷慨解囊 捐了2000银元作为赛事兵费 张柏林亲力参与筹办的这次运动会 就是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的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可惜开幕式当天天宫不作美 下起了大雨 尽管如此 虹口体育场前却还是有旧式老爷车 挤得水泻不通 人流如之 此次作为运动会总裁探和中国代表队领队的张柏林 面对大赛空前的盛况 以及中国队出色的表现 深深的感到 他为中国体育事业努力的数十年没有白费 由于张柏林率先提倡体育 因而成为了体育界的权威人士 历届全国运动会 华北运动会 大都由他担任总裁判 当时中国运动员出国参加国际比赛 也由他担任领队 以后他又被推选为华北运动会会长 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会长 在这样一位体育名人的领导下 南开的体育活动自然十分活跃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对南开体育的评价是 以真佳境 因此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 就认为张柏林是中国近代体育之父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为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